临床诊脉时,应在安静、整洁、空气流通的诊室中进行 室内的温度、湿度要保持在舒适的范围内 诊脉之前,先让患者休息片刻,避免体内外因素的影响 如果病人刚刚运动之后,或者情绪较大波动时 或者刚用完餐,等病人稍加休息安静之后再进行诊脉 一般情况下,采取寸口诊法来诊查病人的脉象 如果是无脉症或重症患者,寸口部位的脉搏难以摸到 可参照寸口诊法,切按其他部位的脉搏 寸口诊法是指通过切按寸口部位的脉搏波动 以诊查病情的一种诊脉方法 寸口是指手腕部、腕横门后方、饶骨净突 也就是高骨内侧,饶动脉波动明显的这个部位 寸关尺是寸口诊法中三个诊脉部位 其中,饶骨净突内侧为关、关之前为寸、关之后为尺 三部的脉洞分别称之为寸脉、关脉、尺脉 因此两手共有六部脉 临床诊脉时,医生应调匀呼吸、宁静心神、全神贯注 一般情况下,以每手诊脉时间不少于一分钟为宜 如果诊脉时间过短 不利于医生仔细辨别脉相 甚至容易漏诊有间歇的脉相 寸口诊法的操作程序与方法 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根据寸口诊法的体位要求 和患者的具体情况 确定患者的体位 一般来说,患者取座位或者仰卧位 前臂自然向前平伸 与心脏进于同一水平 呈直腕、仰掌、手指微微弯曲的姿势 并将手腕部放置于脉诊 或者其他软质的物品上 使寸口的部位得到充分的伸展 如果患者的手臂 有手表、手环或扣紧的袖口等 应注意让病人解除压迫后再诊脉 诊寸口脉时 医生和患者一般侧向而坐 也就说医生和患者之间 呈90度角的垂直的方位而坐 第二个步骤 根据寸口诊法的执法要求 医生依次进行下指、排指、布指和韵指 以切按患者的脉搏 下指对成人诊脉时 医生先用中指按在患者长后高骨内侧关脉的部位 接着用食指按在关前也就是腕侧的寸脉部位 然后用无名指按在关后也就是肘侧尺脉的部位 排指 是指医生 手指的指端要平齐 三指略成弓形 以指目接触脉体 与背诊者体表 约成45度角 指目为指尖与指腹的交界处 这个部位感觉灵敏 而且容易推移 便以寻找脉搏波动最清晰的部位 并且根据需要还可以适当的变换指力 部指是指医生 按在寸口脉位上的三个手指之间的距离 三指之间的距离 要与病人的身材和医生的手指粗细相适应 如果病人身高、臂长或医生的手指较细着 指尖的距离应略大 反之应该略小 小而寸口部的脉位短 就诊时常哭闹不合作 可用一指定官的方法来诊脉 这里一指可以是拇指 也可以是食指 在诊脉时 不必细分寸官尺三步 四、运指 是指运用指力的轻重 或挪移以探索体察脉相 常用的指法有矩、按、寻、总按和搭按等等 用手指轻按在皮肤上为矩 也称之为轻取 用手指重按至筋骨之间为按 也称之为重取 用中等指力 左右、前后、推寻 以寻找最明显的脉动特征为寻 也叫做中取 三指同时用大小相等的指力按脉 是枕脉最常用的方法 称之为总按 是从总体上辨别寸官尺三步 和左右两手脉相的整体特征及变化 分别用一个手指 当按其中的一部脉相 称之为当按 单按与总按常配合运用 主要为了重点体会寸、观、尺 某一部脉相的变化特征 当在寸口正常位置感觉不到脉动的时候 应该注意是不是有斜非脉或者反观脉 并按照这个脉型的位置进行切按 斜非脉与反观脉是饶动脉解剖位置的变异 不属于病脉 斜非脉是指的 脉动脉从尺部、斜向、饶骨净凸背侧、 和骨方向延伸而形成了斜非的脉位 反观脉是指 脉动脉行于腕关节背侧而形成反观的脉位 第三个步骤 根据构成脉相特征的八个脉相要素 从不同角度体察手指下脉动的形象 第一个要素为脉位 是指脉搏显现部位的浅身 通过手指力量的轻重变化 诊查脉动显现最为明显的部位 以辨别脉位的浅身 脉位表浅者为浮脉 脉位深沉者为尘脉 第二个要素为脉率 是指脉搏跳动的频率或快慢 具体诊查时 以医生的呼吸作为参考 或者借助钟表来计算 一呼一吸期间或一分钟内脉动的次数 以辨别脉搏频率的快慢 一般来说 健康成年人在安静状态下 一呼一吸之间的脉动为4到5次 相当于每分钟60到90次 如果一呼一吸之间的脉动 不足4次者为迟脉 相当于每分钟60次以下 如果一呼一吸之间的脉动为5次以上 但不满7次者为硕脉 相当于每分钟90次以上 120次以下 如果一呼一吸之间的脉动 多于7次者为脊脉 相当于每分钟120次以上 第三个要素为脉长 是指依据脉动硬指的轴向范围 诊查脉动的长短 如果脉动超越寸关尺三步者为长脉 脉动达不到寸步或尺步者为短脉 第四个要素为脉宽 是指依据脉动硬指的镜向范围 来诊查脉动的宽展 也就是手指感觉到脉动的粗细 脉到宽大者为大脉 狭小者为细脉 第五个要素为脉力 是指根据指下脉搏跳动的力度 诊查脉搏的强弱 如果脉搏硬指有力者为实脉 硬指无力者为虚脉 第六个要素为脉率 是指根据脉动硬指的节律是否一致 有无歇指 以及歇指有无规律 或者脉搏硬指的力度 大小是否一致等等 来诊查脉搏的均匀度 节律不均匀的脉 有促脉 结脉 代脉等等 脉搏力度大小不一致的脉有 微脉散脉等等 第七个要素为流力度 是指根据脉搏硬指的圆滑 或尖色等等 来诊查脉搏的流力度 如果指向脉来圆滑流力者 称之为滑脉 如果感觉到往来尖色不流力者 为色脉 第八个要素为紧张度 是指根据脉搏硬指的软或硬 紧急或持缓 以及柔韧度等 检查脉搏的紧张度 如果脉来紧张有力 指下壮如牵绳转锁者 称之为紧脉 如果脉来如按琴弦 较强而硬者为弦脉 如果脉来去 带缓 脉行持重者为缓脉 在对脉象要素 诊查的基础上 医生通过综合分析 进一步确定具体脉象 属于28脉中的哪一种 或属于由28脉构成的 何种相间脉 或者是否属于其他特殊脉象 如真脏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